相信喜歡車的人,都有看引擎D對不對? 引擎D主角TOKHOI,他駕什麼車叻? 每一次比賽三路啊,他都炒掉 EVO,SILVIA,還是什麼EG,EK,PU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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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車輪樹震開始...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QCCS,我是Higway新··· 在我旁邊的,就是車主阿龍··· 是它的A86啦,你這輛車什麼時候 買下來的? 大概是五年前吧! 車子是在哪裡買過來的? 在Saba,很有介紹啦! 那時候你買這輛車,特地飛去Saba看車咯! 為什麼那時候你會買下這輛車? 因為我喜歡討文字滴! 看到了沒有,討文字滴的確是 影響到很多人的吼! 那時候你買這輛車,我聽說啦,不是這個 顏色對嗎? 是! 也是這個顏色? 它放在外面,很常放在外面打賽的! 所以比較猛一點,過後再做過了! 買到來,過後就能夠駕嗎?這輛車? 能夠! 但是我又聽說啊,你花了很長的時間 去修理整理這輛車 對嗎?你花了多少長時間? 大概兩年多,頭頭是把車身拋光,然後噴氣 引擎是另外啦,是比較慢的時候才做的 當時拆了車身,有做點燙的工程啦! 讓它車身比較硬一點! 因為有時候我有拿來玩跳魚咯! 點燙了之後啦,真的是差很遠嗎? 會有點遠哦! 它車身它不會扭啊! 它的原裝桿不會有啊,不會裂! 這個其實就是這輛車的特別之處啦! 我覺得啦,因為之前我覺得那幾輛都沒有這樣子! 只是它沒有多操縱罷罷了啦! 還有什麼,這輛車你有動過手腳或者是有改裝的? 懸吊啦! 那個是美國牌子啦! Drip and drag racing! 引擎咧? Coin好像有換過吼! 看到你的Coin Over啊! 你是用什麼的啊? K20! K20! 所以是Honda跟Toyota 嗯嗯嗯嗯! 這樣你是用Standalone電板嗎?還是原裝的? Standalone! Standalone什麼電板? Adaptonic! 誒,我也是電子彈的哦! 跟Johnny一樣的! Kamp啊,Biston啊,Coin Over啊! 有做過嗎? Toda的A880! Kamp,Coin Over,CP的Biston Toda Gaskap全部Toda啦! 我看到你的輪胎是用14寸耶! 買來都是這樣了? 對! 你是用什麼clash? clash是... D3角的! 牙向原裝的! AirTorz那些呢? 也是原裝的! 突然間想到你5年前啊,你買這一輛車,多少錢? 5萬多吧! 5萬多! 5年前哦! 沒有二手車會起駕的,有啦! Skyline那些啊,Supra啊! 這一輛也是其中一個,30年的車才會上架的! 就是這一輛! 其實那一裝,我是看到哦! 它沒有什麼改啦! Nadi的Standling咯,然後Digital那種儀表板 Full Pocket 阿爸好! Full Ptoos! Full Ptoos! 小試可以做! 還有一個我看到的是Tureno 看到嗎? 這個我相信啊,很少人會看到有這樣原裝的Gapet的 它是Tureno! 這片我相信應該只三、四百吧吼! 四百 放回去!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好介紹了啦! 手動的床! 這個後面,就是Turenoi Papa放豆腐的地方啦! 你這個後面,Gapet沒有在了! 是! 有吸氣! 不然就真的是有那種味道在 一定要放油了耶! 簡單的介紹完了,看完了車,就要來試駕一下 你的車,沒有問題耶? 沒有! OK! 這樣子就不怕壞了,這樣我就可以去駕一下了! Woo! Let's go! Woo! 好不容易,坐進來了! U-A-Con!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 我第一次啊,駕NA的86哦! 我駕全部86,Johnny的R6的都是Turebo的 今天這一集應該會非常特別 嗯,安全第一! Turebo! 沒有power setting哦! 沒有! 你這個有LSD嗎? 有駕駛的 駕駛的,2.0的,4.3尾啊! 4,4Turebo! 加一下什麼感覺? 誒,你的車子不會講很硬耶! 啊,我有,它的板有換過啦! 哎唷,你這個煞車也是··· 不搭一次! 很軟哦! 跟你一樣啦! 我覺得啦,86的通病! 86的caliber,這個煞車都是這樣的,不會測的! 都是這樣的吧? 都是這樣的! Johnny講,要就換··· 什麼?R32啊? R32也可以! RX7也可以! 對,RX7! 這個才是豆腐車! 我們講特匡的車,NA的聲音! 哦~~~ 這個就是··· 接近漫畫的感覺! 沒有渦輪,有水平做生! 20年就是··· 4Turebo 4Turebo? 對,4Turebo 哦,ok! 我還是第一次駕4Turebo的16W啦! 講真的! 不過,汽車比較高,它的升級很高嘛! 你要大概到4000才會來升級! 哦··· 對哦,高汽車! 你這樣慢慢是覺得它不會動的! 對···難怪啦! 4000! 咦··· 怎麼那個轉速··· 它突然覺得不見了! 因為壓力,問題啦!它換了電板之後,一邊這樣 哦··· 渦輪,渦輪沒有抓對 嗯···很容易駕的車! 給我的感覺啦! 86啦! 真的是一輛很容易駕的車! 現在NA了,更容易! 沒有那種··· 像Johnny的86叻! 早期它大渦輪的時候,哇!我駕起來是很暴力的那種! 不敢踩全渦輪! 沒有很暴力哦! 超經典的!叮咚叮咚! 以前看它的漫畫都會聽到這個聲音! 就是很簡單,很容易開的叻! 14吋! 烤起來其實也是ok哦! 哦···這輛鈴鐺也偏軟啦吼! 我喬軟了! 喬軟! 太硬哦!在馬路行駛哦! 在馬路行駛哦! 對咯!這個其實也是你的味道! 周末車啦吼! 對,也很少價啦!少長的! 這種車,通常是沒有什麼人來拿日常駕駛的! 很容易開! 哇!NA的! 就···怎麼講叻? 我以前紅豬也是NA啦! 但是啊,車身的關係啦! 因為它這個車重比率,它是剛剛好人就是坐在車的中間的! 所以,跟我的紅豬,是!我的也是4AG、NA,但是不一樣的感覺的! 就是穩! 離開的車啊! 裝RCA,跟沒有RCA,是兩回事的 以前我沒有裝RCA嘛,你破完它一定退彈! 講這樣多啊,你們看我的影片的人 我相信,每介紹一輛車啦! 一定會拿來試它的零四的表現! 所以,我們已經來到古晉神秘的地方! 我們來試兩次就好了吼! 因為通常我的影片是兩次罷了! 看到了沒有? PGear! 不是業配! 它沒有給我錢! 你們不要再PM我! 問我這個東西哪裡買了,ok? 我是在淘寶買! 淘寶,你們去找一定有的! 你有Daino過嗎?這輛車? 有! 多少馬力啊? 165 165啊? 但是輪胎是4.7公里那時候,所以我幫你4.3公里 400公里?有試過嗎? 有! 你覺得會多少秒? 不太清楚了! 因為我這輛車不是來玩400公里的! 對啊! 我覺得啦,應該16秒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兩個人在裡面,你幾幾咯? 95 95 75 哈哈哈哈 400公里的! 哇! 哇! 這個Asia! 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先! 你把後面先!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17炸的AsiaAuto! 喂! 哇!毛啊真的! 哈哈哈哈 你會懂它嗎? 懂? 哇! 哇! 你跑!你跑! 我連接不到 拿這個車來玩! 啊啊啊啊! 哇! 哈哈哈哈 這個皮革啊,一直連接不到,弄了我半個小時,重新電話 終於 跑了! NA A186 之前165匹 我覺得現在應該140啦! 我現在18秒啦! 我覺得啦! 旁邊有一輛Asia Auto Auto Asia 哪裡可以?! Let's begin! 你轉數表看不到! 17.28 果然是差不多啦! 我猜18秒啦! 不過17.28 不錯了! 兩個人在車裡面,再試多一次了吼! 那個HIGH CAN 開的聲音 就是那種VTEC開的聲音的感覺吼! OK! 試多第二次! 好看! 猜一多表? 16V 16V! 17.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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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的QCCS, 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NA AE86這種非常經典的車! 我對於它的感想啦,我駕NA的, 哇!它真的是一個很容易很容易開的車! 我只能這樣子形容了,非常容易開, 難怪早期的人為什麼這樣喜歡86就是這樣吼! 如果你們喜歡我採訪這一集AE86的影片的話, 請點個贊還有分享!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這樣我就可以拍更多這樣的影片給你們看! 我是HeewaySeng! 還有,最後還是要非常感謝阿龍! 你看,這樣相信我啦,借我他的心愛的86叻! 有幾輛86在馬來西亞? 應該有50輛吧? 50輛裡面,可以借我一輛開,這樣子開,這樣子輪是不簡單的吼! OK,我們下一集見! 開口到 overdose後, 在美國車上到了香港! lum環境碑口,盞的商品碑場! 開口到其他 nước crimes Пр 都通過美好 speech短暴! 開口的節制度下來了! R营又遊覓成為你輕鬆了! 好 by bwd6